能与念琴诸无量意见 生计诸根无有正解 读节里的诗 这个四句 见唐义 写本地发生之德 我们知道 发生没有像 发生变一切诸 变一切识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为什么 没有发生就不会有一切法 一切法一定要靠发生 它才能陷进 发生没有来去 大乘经教里都常常形容它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它的启灭 完全是云 众生有感 它就现身 感没有了 神就没有了 现身说法 种种神变 决定 决定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这个一定要明显 如果起心动念 分别之处 它是菩萨以下的 菩萨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说法神 华阴经上 所说的 四十一位法神大死 他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如果还有分别 如果还有分别 这个菩萨是三乘菩萨 他有起心动念 他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阿罗汉没有执着 有执着的习气 批之腐 执着习气 断了 有分别 那么这些结尾 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 回过头来想象自己 自己在什么个结尾上 就很清楚 我们连阿罗汉做不到 不要说阿罗汉 出国 出国已经放下 无中见何了 我们没放下 那我们就是 道道地地的反复 不可以列等 反复要说 我是出国 出国的相认 这叫大网语 大网语的国报 是在五间地狱 那又何必呢 为什么要冲面子 还说自己是什么菩萨 在来 什么佛在来 那这个国报可麻烦了 你们这些人受复 你又不受复 你怎么会知道 胡遭遥言 我自己清楚 自己明白 确确实实是凡夫 凡夫不丢人 凡夫纵然是 无逆时我 毁谤大臣 遇到这个法门 十八月都有救 我们在市场做功夫 叫功夫前身吗 做什么 什么叫功夫 我们现在完全明白 功夫就是放下 放下的越多 功夫就高 平位往上提升 放下的很少 这功夫就差一些 平位就低一点 这真正要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最感觉的 幸运的 就是结门 这得了一点的好处 搞清楚 搞明白了 清楚明白有什么好处 不怀疑了 对净土 不怀疑 对大臣 不怀疑 对释迦牟尼佛 不怀疑 对阿弥陀佛 不怀疑 那我们自己晓得 用真诚心 待人 接福 念佛 用一个心 不是用两个心 用真诚心 工作 用真诚心 恭敬心 真诚心 出师待人 就用这个 用这种心 念佛 跟佛 才能够起感应 大脚 早年 我跟李老师 李老师跟我说 说的都是真话了 我们这一生 其他的法门不谈 为什么呢 根本就没指望 学 被学了 不能解决 六道轮回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能帮助我们 脱离六道轮回 只有净土 这法门 我们什么心态学 只有一样 至诚感同 他让人家叫我四个字 臣 臣 臣就临 臣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 之体 就是臣 真臣 菩提心的作用 有自受用 有他受用 自受用 我们学了无量寿金 我就用无量寿金上 清净 平等 来说 自受用 大家好痛 说身心不好痛 不好讲 真臣 真情心对自己 就是清净 平等 就不迷了 他受用 慈悲 这二十多年 我在美国 跟大家 分享净土 提出来 真臣 清净 平等 真具 自卑 这一年 是菩提心 下一年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这就是 一向 专念 用本经 来说 上面是 发菩提心 下面是 一向 专念 放下 看破 才能一向 你放不下 看不破 你的方向 是散乱的 你没有方向 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依照这二十个字 修行 就决定的 神净土 那我们想想 我们没有放下 没有看破 没有得到自在 我们不能 随遇 什么事情 还是 斤斤计较 不愿意 随遇 把这个事情 看的 都是真的 这一句佛号 念不好 菩提心 加上 看破 方下 随遇 自在 那个 佛 念的 就有感应 我把这二十个字 做成一副 做成一副对脸 天天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遇到放不下的时候 遇到不肯随人的时候 多念几遍 就行了 不要再止住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